日式有評價嗎? 不錯 金車夠多就都上 嗯... 跑一場這個吧 布加迪是要抽滿了嗎? 我想一下 讓我想一下 下次的EV3肯定要滿 我考慮一下 我最近想要把這個 EV3的塗裝給換掉 這有點小看意 OK 132出彎 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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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彎 算了 算了 不是一圈圖嗎? 哇賽 86的抓地力也太強了吧 他剛剛那個車速拋成 拋出去了 還可以拉回來喔 天啊 好猛喔 來了 軌道車跑法 不行 他的86看起來 他的86看起來是 是改的比我這台還多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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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進彎囉 想不到你的86這麼不滑吧 加兩分 謝囉 這車要再上分 偏難 現在來講這車要再上分 偏難 因為我這車沒有材料改他了 我之前跟你們講 我才要全部拿去改那個BRZ了 沒任何錢了 好慘 30條叫多少 23232 但是可以換中性胎的 來了 我們用個 建議抽86 ECU 還是布加底 額 布加底也要有一台 基本上這些車都要有一台 你們就先有一台 然後再決定你們要升哪一個車 這樣子去想 就知道了 除非你剛好運氣很好 全部都歪到例如說什麼羅馬之類 那羅馬就肯定要加到你的 六台常駐車之一 可以把私域打上去 我私域不打了 我私域沒有合約 兌換他了 我全部變成BRZ了 我下一次合約 我要先把C8換滿 C8必練 跟大家講C8必練 除非你是頂客 就是你的金車 你的金車滿到不能再滿 不然的話 極限組那個紙車的C8 他是一定要練 他沒有練的話太虧了 那車真的很強 這車的速度是真的很驚人 這對手也沒有 好像120 研究他的水護 他要來 unbelievable 他要跑欸 這會不會那麼快 這有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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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他要來拋欸 只有那麼快 先去先去先去 不要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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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190彈 JESUS 我們已經快要贏了 加油 我們已經快要壞了 加油 沒問題 這圖就長這樣 最容易被罵的地圖 第一次挑戰公開賽的時候就是這樣子跑的 就是有一個王八蛋主播 在公開賽的時候使用 毒死惡劣之跑法 帶領了這個風氣 肯定要遭受大家的討伐 看一下加多少分吧 哇賽 1分19秒欸 這個成績要確定欸 這成績已經接近我的大牛了欸 哇賽 146分啊 太省了 C8沒有滿街 差超多 對阿 差很多 我現在要來開這個運動組的法拉利了各位 我要來開運動組的法拉利了 紅飄瞬間拉 這是紅飄跑法 我 不太常用 說實話我不太常用紅飄 為什麼我的那個YT的留言會有一個愛心在那邊給的 那個YT不知道為什麼現在 留言都要給加一個愛心在那邊 當做人家的秀場直播一樣 我就問到底是 有誰看YT直播的時候會去點那個愛心在那邊按按按按 我其實不太懂 為什麼要加這個功能進來 然後我每次都因為那顆愛心 然後害我看不到觀眾留言 氣洒 超煩 然後還害我不能按自己的字頂留言 你們剛剛有按 阿杜希 那我剛剛罵到你們 阿杜希 阿杜希 完了得罪太多觀眾了 那個愛心我覺得這還是挺不錯的那個功能 就是可以做一些實況上的互動 然後可以給那個實況上 增添一些惡趣味 對不對 可以跟觀眾有一些良好的互動 對吧 尤其是 你又是跟一個 女實況主還是怎麼樣的 這個愛心肯定能起到不錯的效果 這樣 這樣凹應該可以吧 阿沒事還好 還好還要穩住 我剛剛是這樣說的嗎 是阿我剛剛是這樣講的 不然我是怎麼說的 欸阿 這還會在我的實況上跑愛心出來 我的天 他簡直在 他簡直在佔我的那個耶 不能關掉嗎 我不知道啊關不掉啊 他會一直跑愛心出來啊很煩耶 欸哇加104分耶天啊 香啦高強度加分 有超過法力了 這個吧 開這個破車了各位 FIT 先跑一下這個 FIT吧 這車還是得上一下分的 因為我這個賽季 我懶得再練一台 運動組的車起來 就用這個車跟86來尬一下 讓86知道我們的厲害 讓他知道我們這個Lubia過法 多兇 啊對不起 偷喝奶油 喔 他的路線看起來不太好喔 又補一次手殺 哇賽好拋好拋 這個車好拋 哇賽 完全是在滑耶 抹油啊 保持耐心 機會就在前方 再來一次 鬼道車跑法 一百時速出彎 怪牽內 這裡 大幅拉近 時間飛翅 還有兩個彎的機會 再來一次 就是你 這彎這樣有比較快嗎 這彎這樣好像沒 OK 下次我記得了 那個彎不能用鬼道車 家裡 87 加1分 謝謝喔 我們剛剛跑的那麼辛苦加了1分 前駅車好像不能用低重心 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但你還是可以試試看的 因為主播對於改裝這個東西沒深入研究 AYC 喔唷 車噴起來了 車速破表 加油出發 車速破表啦 各位 哇賽是真的快耶 天哪 滑去撞到就算了 快到讓時間都激動的速度 快點給AYC 爆炸回速 直接回到200 山路圖 想衝分成這樣 好 這裡應該要點手殺 這個車 快到 哇賽這裡會騰空 哇這裡好像 沒辦法不拋捏 這裡好像沒辦法不拋 這車快成這樣 嗯 這車沒辦法了 如果真的要爬分 一定得這樣 還太快了 啊這個軌道車 沒有辦法了 趕快修好不好 拜託了 每撞一次 他修的時間 就提前兩分鐘 沒錯吧 我在幫助你們啊 聊天室的各位 我要裝導輪了 各位 我的屁股要裝兩個導輪了 來看一下吧 我們的軌道車跑法 能價多少分 哇 146喔 沒問題 快 好啦又是你了 運動主的法拉利 這邊法拉利不排除低格 這遊戲真的是得罪很多車場 我這場的法拉利 跑完 分數就加差不多了 只有風田不會擠我 好危險 好危險 鎖胎是什麼意思 鎖胎就是你的胎痕 是 那是我們以前常用的 賽車遊戲的樹 鎖胎就是你的 飄移 胎痕被鎖住 不能夠隨你自己控制 就叫鎖胎 就叫鎖胎 可以平轉嗎 應該可以吧 可以喔 太早 這個圖是那個 超長圖嗎 欸真的欸 這是那個超長圖欸 欸 跟你們說這個超長圖 SF90超強 因為它車太沉了 這裡 你看這個SF90 這裡 它震完之後 它就貼地板加速了 這是它 這張圖超強的原因 我那時候在刷 這個地圖的 計時賽的時候 各位跟你們說 我用大牛 然後 第一名是那個SF90的 五階滿改的車 我用大牛 我那一段 被它屌拉 拉超開 因為它一貼地 就開始加速了 然後我大牛在那邊 咚咚咚咚咚 我彈跳大牛湯 完全打不贏這法蘭里 可以轉過去嗎 撞到 這裡好貴 撞到路線爆了 這裡慢了一點 我只能說這個圖 SF90 絕對是王圖 超快 1分54 112欸 哇 香啦 這個車我還得把 這個分數都刷到 100以上 我們現在第幾名了 喔 我們幾近前百了各位 歷史性的一刻 終於幾近前100名了